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马英九都做不到的事情吗 阿扁孤寒流 让国民党立委多20席 高雄8席恐怕会驻扬变色 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获得初选的胜利 成为总国民党总统提名人 今天他在市政会议之后的联访 被媒体追问有关国政团队 副手人选等问题 韩国瑜说身为高雄市长 一心一意拼市政 未来所有国政的问题改用书面答复 但关于高雄市政的问题 他很乐意亲自答复 随负人员还是正常 然后我的内心一样非常的平静 然后专心主持市政会议 迟到30分钟 因为我早上赶了三场告别式 去了三场告别式 所以时间迟到 让副市长先主持 前大概30分钟左右 后面我再赶过来接手来主持 内心非常的平静 一样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我身为现在高雄市市长 一心一来拼市政 所以未来所有类似国政的问题 要请各位能够了解 我们用书面答复 大家问我的任何问题关于市政问题 我很乐意来口头跟大家的报告 我觉得这样子定位会非常的清楚 不会杂乱 我再重申一遍 所有对外的说明关于市政 我本人会非常乐意来亲自跟大家答复 如果问到选举跟国政的问题 我会以书面来向大家报告 好不好 他会去说话有可能接放高雄市长吗 他会去说话有可能接放高雄市长吗 现在这个都是假议题 根本都没有在考虑之内 来 好 韩国瑜接下来 要积极备战2020总统大选 每一步都得要小心翼翼 像是原本观光局长潘恒旭 要参加广播节目的 最后由新闻局长王浅秋上阵 另外呢 蓝营的党员也指控 绿营的网军反串 现在挺郭台铭 是不是想要分裂国民党 绿营则是极力反驳 而面对外界质疑 韩国瑜的代职参选 蓝营就帮忙缓夹说 总统蔡英文不也是这样吗 水利代营党内初选 韩国瑜随即进入备战2020模式 原本应该是观光局长潘恒旭 北上参加广播节目 作为分钟却由新闻局长 王浅秋上阵 还改成电话访问 市长不准潘恒旭公开讲 跟总统选举有关的事情了吗 这其实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指派的任务 也许我这样比较安全吧 其实是市长决定的是吧 我接到的市长是跟通知的 据说是潘恒旭自己建议换人的 只不过潘恒旭先前失言风波不断 未来每一步韩国瑜团队更得小心翼翼 另一头在台北的来营党员也努力助攻 这些要求郭台铭参选到底 他们真的是郭粉吗 他们真的是中间选民吗 那这手板指控绿营网军蓄意用假账号 反串挺郭台铭托党参选 就是要分裂国民党 看到国民党开始如此大动作 绿营极力反驳 乱带风向的行为 恐怕国民党他们自己更强吧 这不是怕人话救人吗 不管国民党怎么出招 我们都要有信心要小心 继续拼战战兢兢 只不过韩市长面临不少考验 其中一项之疑就是他决定代职参选 蔡英文他也是现任的总统 那他在参选竞选连任 2020的连任的时候 他也是所谓的代职参选 如果说要用标准的话 我想标准都应该一致 蓝英文缓夹韩国瑜风光迎初选 考验才正要开始 TVB的新闻黄俊维 华绍平刘婷婷 SG小组台北报道 国民党2020的总统参选人 确定由高雄市长韩国瑜出任 蓝英最强的人选确定了 下一步就是要解决蓝英的内忧外患 针对党内邻居团结 副手人选到固守高雄都是问题 对外则面对绿白阵营 蓄势待发 韩国瑜赢了初选 挑战才正要开始 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民调当中 以百分之四十四点八的总平均支持度胜出 这个数字虽然没有过半 但是相较于党内其他同志来说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而在初选结束之后 国民党除了要面临内部整合的团结问题 未来的副手该挑选谁 以及如何顾守高雄 还有总统参选人跟国民党中央 能不能做相辅相成的配合 都是国民党角逐2020的必考题 初选胜出的韩国瑜 前脚踏出党部 后脚马上败毁朱立伦 火速营造团结气氛 因为蓝银武将在初选公布的记者会上 仍是五缺二 有没有办法把原本自己的支持者 转化成支持整个蓝军 在2018年的时候 台中市长国民党初选 卢秀越其实只赢将其成 百分之零点六 但是将其成在选举结果 初选结果一公布之后 马上表示支持 那这个其实被证明 是翻倒林家隆的一个关键 会全力冲刺市政 是代表说会待职参选的意思吗 高雄市的市政 我身为高雄市市长 我的责任不敢忘怀 我一定会全力 市民朋友 也要请高雄市民朋友放心 记者会向韩国瑜除了五个感谢 对于市政国政怎么兼顾 没有正面回应 可能为接下来的立委选举 还有补选议题产生影响吗 他必须证明了就是说是 第一个他的参选是为了改变台湾 改变台湾是为了高雄 他已经对于他离开高雄之后的接班 已经有了一定的复案 他必须让支持者相信说 他离开高雄的结果是更大的发展 对于韩国瑜披上阵篮战袍 绿排阵营第一时间这么看 我们现在正在做外交工作 国内的问题我们国内在说吧 大家开始思考 小英继续干会怎样 不然韩国瑜做会怎样 两人话听来保留 但谈论真的是三强对决 国民党怎么推出最强组合 也是观察重点 从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分析 五家民调的总平均支持度上 韩国瑜赢过排名第二的郭台铭 超过17个百分点 而各家民调初选的互比数据也显示 郭台铭的支持度都排行第二 韩国瑜平均高出16到21个百分点 若是加上蔡柯两人对比分析 平均支持度韩国瑜47.7% 蔡总统15.8% 柯市长18% 尽管韩国瑜有着强大民意做后盾 但郭台铭跟朱立伦两人的总支持度 加起来也不输韩国瑜 怎么缩短整合内耗 人事当务之急 马王之争 虽然没有明显的造成国民党真正的分裂 可是国民党的裂痕 外界却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权 所以中央一直是属于一种 被他党内的诸侯牵着鼻子走的状况 这个会造成他选后党内 重新结合一个很大的内部压力 不能只靠团结两个字 他们必须要很快地拿出新的方案 新的愿景 都给民众新的想象 对 一方面他是可以很快地转移 就是民众可能对初选结果的不满 你才能够再去争取中间选民 甚至游离选民的支持 国民党总统初选 历经长达半年动荡 终于排版定案 难以喊出团结后 怎么让选民看到新气象 2020重返执政的这一局 才正要开始 TBS新闻 陈建敏 佩如台北报道 国民党现在已经确定要推韩国瑜选总统了 那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到底要不要选 柯文哲今天受访的时候就表示 蓝绿的初选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也给社会去思考一下 台湾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柯比读了很多书 他就引用了自己的读书心得 提到了民史里面有说 明末天下大乱 流寇四起 朝廷无力进角 感叹这不就是今天的局面吗 还是1933年 西特勒不是武装政变上台 西特勒是德国人民用投票的方式 放弃这些权力 拥护西特勒上台 为什么 因为人民太绝望 那你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啊 就是这样 这还是有时候会抱怨 台湾今天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曾经小英是有机会 可以把它弄好了 怎么会搞到这种局面呢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这个环形归环形 想一阵子 我们再看看 不过我在讲 不管是小英或是韩国瑜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来 让他们说明一下 他们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相信说 台湾在将来会比较好 上次我看国民党现在有一个说法 他认为你出来的话 韩国瑜反而能够胜伤 你能够拉走中间跟民心选择 像你这个问题又是 纯粹又是选战考量 所以这有不同的层面 用我的角度来思考选战的角度 还是说用 所以老实讲 这一场这两 不管是民进党或公民党的初选民调 差一个月 理论上差一个月 不至于说民调大幅震荡多长 你看看民进党的民调结果 跟总议国民党民调结果 如果要做评语 这两个字叫荒谬 你看看一个月以前 那六月 民进党是六月几号 就差一个月嘛 然后两党的民调数字 而且都撒卡住这种数字 你拿出来对 不是荒谬两个字吗 所以这表示什么 第一个代理可以好一点 好一点讲说 台湾人民太调皮了 另外一个讲这个台湾人民 这个太逼下一棒了 我倒是还是那一句啊 我觉得台湾不应当今天走到这个局面 这个整个社会太乱了 不是 就好像我在前面 其实老实讲 我当台北市长是相当辛苦 因为就是没有人 也没有自己的班底 那他一步一步 从事务官里面挑人上来 所以说一开始也是 人员更换很厉害 所以也不是一种 这也是等于那个什么 不管是蛇在偷皮 还是 这个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构成 所以说这实在是太辛苦了 他为什么一直很犹豫就是这样 柯文哲没有思考出 到底要不要选2020 但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已经扬言 一旦柯文哲他要参选的话 而且他不打算辞职 就要联合其他的政党的议员 要冻结台北市政府明年的预算 柯文哲很不以为然 他说当初他2014年当选的时候 预算也是郝龙斌时期审的 换了市长还是要照样审查预算 他反洽民进党 从赖清德 苏贞昌到林非凡以来的人事案 都是说谎诚信 大家冷静 大家冷静 今天卡米塔怎么那么多事 媒体大阵仗不为什么就想知道 柯文哲2020选不选 但他还没思考出答案 民进党已经扬言要冻结他的预算 选也是当到明年5月20号早上8点 然后三个月内只要补选 做算我去选选上来要参市长 也是明年8月20号以后 所以那个我的态度 预算照审照办才是正事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放话 如果柯文哲要当绕跑市长 代职参选总统 台北市政府明年的预算就没必要审 将会联合议会其他政党抵制 等到明年1月11号之后再审预算 如此一来柯文哲选总统 一定会在台北市严重流失选票 我是2014 12月25号上台 2015年的预算全部都好黄冰政府编的 他们还不是这样执行 所以我在其实这个都不是理由 你要政党操作 什么理由一大堆 暗奉这都是民进党不想让他选的借口 既然绿营已经开始采取攻势 柯文哲也没再客气 再轟民进党没诚信 但蓝绿初选底定蔡总统对上韩国瑜 个人政治利益 派系利益 党的利益 那也是过台湾的整体利益 柯文哲越讲越气愤 尽管没说要选 白绿大战一触即发 TVBS新闻中文文理学位 李平一SN小组台北报道 好 很重要的消息是准台风 丹纳斯最快今天下午会生成 而且不排除会登陆台湾 所以最新的消息就是 可能不排除在今天晚上 会海陆警报一起发 那几个时间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大概从星期三开始 明天这个外围环流 就会影响到花东地区 陆续出现一些间接性的大雨 接下来星期四 星期五 就是这个台风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了 目前预估是全台都有雨 甚至部分地区还会出现 好雨以上的雨势 太阳高高挂 全台热到不行 不过17号开始就要变天 DDI窝旋也可能影响 它的一些移动的状况 准台风丹纳斯蠢蠢欲动步步逼近 气象局表示最快16号下午就有机会生成 紧接着最快在晚上就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甚至陆上台风警报也不排除有发布的机会 北转角度如何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同的 哪些地方会进入海上警报 甚至大家关心是否陆上警报 我们必须看未来它整个移动状况 北转角度将决定未来的影响 16号早上8点准台风丹纳斯位在恒春东南方820公里处 持续以持速27公里向西移动 到了晚上可以看到明显北转 因此未来中心将靠近陆地 不排除有登陆可能性 但还要再观察 年开始我们就受到这个系统 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 甚至星期四星期五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外围环流周三开始就会影响花东 将出现局部大雨 周四周五会是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 中南部花东地区局部大雨好雨 甚至中部以外的地区都有机会出现 好雨以上的雨势 而如果台风登陆也将成为去年台风季以来 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TVB的新闻 好最快在今天这个台风就有可能形成青台了 不过他的路线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研判 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所谓的川星台 还是有比较有可能往北部跑 不过实际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这是这个韩国瑜担任市长以来 而且尤其是在他已经通过了国民党初选 确定要挑战2020之后 这个台风非常严峻的考验了他的市政 所以这个台风的动向 大家都非常的高度的关注 那这个台风气象单位研判 很可能会成为川星台 也是韩国瑜就任市长以来 他通过初选 确定被提名选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台风 对此韩国瑜今天受访的时候主动表示 市政会议当中已经要求 各局处区公所务必要严防 所以我要求所有这些地方要做到灵灾害 这次台风带来的任何事情 我们一定要做到灵灾害 刚才已经命令下达了 每一个局处 每一个区 都会严加防范这次的台风 好吧 这次台风带来的风带来的 这次台风带来的风带来的